咖啡真实的味道是什么 有没有远山树林的味道 有 喝到了 什么样的咖啡才会让李佳琪都忍不住种草 这不是恰饭也不是带货 而是真真切切的感受 我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的感觉 宝宝们可能没想到 这款咖啡竟然出自国产 它的名字就叫普尔咖啡 普尔咖啡产自云南 关于它的来历有一段精彩的故事 这个打算跳楼的小伙 名叫魏晋北 是个连续创业者 共享单车 生鲜配送 交友程序 跨境电商 该赶的风口 他都赶上了 然而 他还是比猪差了一点 没有起飞 15天前 他的生意破产 仅剩的89万 全部赔光 之后就是整日整夜的失眠 心理医生建议他 去个简单的地方待一阵 魏晋北想了想 没有哪里比地狱更简单了 他张开双手 想在死前体验一把飞翔的滋味 麻烦快递签一下 邋遢的快递员 名叫彭秀斌 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娃 来到北京后 他找了一份快递工作 当了十年优秀标兵 但是就在今早 他辞掉了老板 他要用攒价的19万 回乡创业 魏晋北的快递 就是他在北京的最后一单 彭秀斌性格豁达 见这位老客户一时想不开 决定带着他一起回乡创业 村里要怎么创业 首先是盘下店铺 接着是招兵买马 魏晋北因为饱受失败打击 原本不愿再掺火 不过当他看到村民的本事 还是有点被亮瞎双眼 店铺有了 快递员也有了 可是快递呢 小山沟沟里 大家还保留着传统的感激习惯 根本没有人会使用网购 快递店要想开张 就得拿下这些潜在客户 彭秀斌原本还想着 让快递员上门推广 经过魏晋北一点波 立马开窍 与其上门推广 不如直接帮他们买货 集市上的东西价格都较贵 彭秀斌利用网购价 轻松击溃了一众对手 只不过 当村民得知三天才能到货 全都把他当作了骗子 延迟交货走不通 那就只好改变策略 先出货再收钱 这一改 村里大妈的生意 全都被拉了过来 彭秀斌从中赚取快递费 也算是收益颇丰 照这个势头下去 业务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彭秀斌架不住交情 答应村民无条件退货 有了第一例 就会有更多例 村民纷纷找上门来 要求退货 魏晋北想替他拒绝 还告诉他 生意不能这么个做法 但是彭秀斌还是放不下交情 一冲动 给村民全都退了货 村民的退货 打斗过了平台退货期 一夜之间 彭秀斌连本带立 赔了个金光 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 风口的滋味 能不能飞 我不知道 在风口过后 说死的都是我 绝境之中 有人送来了福音 让他帮忙寄快递 来的这个人 名叫李绍群 是村长的儿子 李绍群从小叛逆 父亲让他学种茶 他却偏要种咖啡 他的咖啡融合了多种口味 有一种远山树林的味道 魏晋北很懂行 乍一品尝 就连呼过瘾 这么带感的咖啡 为啥不将他外销呢 魏晋北看到商机 劝说李绍群入伙卖咖啡 然而李绍群却说 种咖啡 只是因为喜欢 他的咖啡 只喝不卖 魏晋北惊艳老道 到手的商机 绝不会让他白白溜走 为了说服李绍群 他悄悄将咖啡寄到国外 参加世界知名的咖啡大赛 没多久 官方就给出回应 他们的咖啡拿了银奖 这一下李绍群终于被说服了 三个从城市返乡的年轻人 决定在新时代大干一场 书写新的合伙人传奇 产品已经是现成的 但是想要商业化 还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魏晋北的网店 可以解决销售 彭秀斌的快递店 可以解决物流 但是咖啡的产量 仅凭李绍群的地无法解决 要想动员村民一起种植咖啡 首先就得搞定李绍群的村长老爹 这位村长是出了名的老顽固 即使是李绍群 也不敢去做他的工作 彭秀斌胆子比较大 来了一出先斩后奏 他偷偷溜进村长家 利用那里的广播 给全村做了一回宣传 我晓得大家对茶叶有感情 我也有 但茶叶不足以养活我们整个村 李绍群的咖啡拿了世界银奖 大家能和他一起种出最好的咖啡 可以带来更多的收入 如果这件事成了 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金白碗 哪个都不用去吃讨生活 村长其实并非顽固不化 他也知道近些年来 茶叶的价钱不好 但是乡亲们都上了年纪 对他们来说 失败将难以承受 彭秀斌回答说 他知道村长是出于责任 但是全村人的路 还得靠大家自己来选 大概是被这番话说动 村长同意让大家自由选择 没多久村民便找上门来 决定同他们一起改种咖啡 有了大伙的加入 咖啡豆成功实现量产 未进北利用网络渠道 将村里的咖啡远消各地 咖啡的口感确实给力 很快就在网上形成影响力 没多久 连世界第一的咖啡经销商星雀 也主动联系他们 要买他们的豆子 三个年轻人欢呼不已 他们大概从未想到 能做到如此成功 这一天晚上 三个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出现一只飞猪 似乎在考验他们 猪到底能不能飞 三个创业的年轻人 即将等来答案 这个牌面十足 口吐英文的女人 就是星雀公司派来的代表 牌面姐很霸道 一上来就撂了狠话 她过来并不是要买豆子 而是要收购 魏晋北三人的公司 为了让三人同意 牌面姐开出了三百万的收购价 魏晋北不愧是破产小王子 逮住机会坚持要价六百万 牌面姐权限不够 请示上级后同意了这个价格 李少群事儿比较多 多问了一嘴 为什么星雀愿意花高价收购公司 牌面姐回答说 他们不想市面上出现其他的竞争品牌 收购之后 村子就要改种星雀的咖啡种子 李少群一听立马急了 他之所以种咖啡 是出于对咖啡的热爱 要是答应星雀的收购 那就违背了自己的初心 可是对方的出价 可是六百万 魏晋北劝他冷静点 看在钱的份上签下合同 就在两人争吵之时 牌面姐又来补刀 说这个村子根本就没有希望 咖啡种的再好 也不过是个破村子 这一下彻底把李少群惹急了 说什么也不同意收购 魏晋北还想着六百万 劝冯秀斌签下合同 只要有两位合伙人同意 合同就会生效 然而 彭秀斌也不愿意将村子的命运 交到外人手中 魏晋北感觉自己受了排挤 一气之下 离开村子 回到了北京 让他没想到的是 回到北京后 他却开始无比怀念村子里的生活 怀念远山树林的味道 身体虽然还在城里 心思却已经飘到那个小山村 弄清自己的真正需求后 魏晋北又回到了村子 两位合伙人很欢迎他的归来 三人一合计 决定将他们的咖啡做大做强 做到让星雀高攀不起的地步 几年的刻苦磨练之后 他们的咖啡果然开始走红 李佳琪体验过后 也忍不住为其种草 在中国咖啡协会举办的交流会上 三人又碰到了排面节 只是这一回 排面节好像不那么排面了 主持人让三人分享下成功心得 三人回答说 尽管咖啡收到消费者的认可 但是对李少群来说 还有一个人的认可至关重要 这个人就是他的村长老爹 老爹种了一辈子茶 没想到儿子却改种咖啡 而且还比他干得好 李少群亲自给老爹泡了一杯咖啡 老爹一喝连声叫苦 他让儿子陪他一起喝 李少群却说他想喝茶 其实茶也好 咖啡也好 都有着他们各自的价值 只要是对人有益 又何必拘泥于种茶还是种咖啡 这部由陈可欣监制的 一点就到家 可能会让人联想到 由他导演的中国合伙人 相比之下 一点就到家的喜剧味更浓 现实中的创业 可能比影片中呈现的艰难的多 但是正如片中人物所说 失败的只是事而不是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